大家好 歡迎收看 期五章 我是花王裴碩 差不多大盤今天拉回來124點 這個拉回它這盤相當地漂亮 差不多這盤相當地漂亮 因為我們最近在最後這一組脈動 它下跌結束這個脈動 这个麦动你看它小时线是这一段 从15656到13951 它这边这个下降轨道有越过 好 这一组下跌麦动结束 结束以后它现在开始在做一个反弹震荡整理 那我说它第一次初步弹上来是一个三段式的 有没有 这个地方从13951 它上来它是一个三段式的 所以接下来它这个小B波 它可能大概会出现一个类似一个横台式的 横台式的 所以我说你要去做多 我们现在当然请全力来做多没有问题 可是要做多那个点位要选好 我说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因为它这是三段式的往上弹 它没办法马上拉五段出去 它没有 它三段式的 它这个地方会做一个小B波 会类似一个横台式的震荡 会类似一个横台式的震荡 所以这个结构大概都如我们预期 那今天它有拉回来 拉回来是提供你上车的另外一个好机会 尤其是很多的个股 那当然指数也是不在话下 那你指数如果说你要过度去追高 那当然就一定会被扒来扒去受伤 好 这个盘式结构你要厘清 那目前来看我们是把那个结构 把它分析得相当的透彻 那一切也都按部就班在操作 这个地方我说它有大钱赚跟上脚步来 如果你最近这样常被扒来扒去的话 停下来 停下来 跟着我们一起来 差不多跟我们一起来 好 我们从期货来看 期货这7月1号它又打下来 我说这边本来有五小段 那弹回来很快又拉回又往下破的话 它就是同一组脉动 你这个要认清事实 它同一组脉动就是要往下跌 对不对 好 那你往下跌你不要急 它就让它跌这一段 那你最后15400这一段下来 15400因为这边有五小段的 本来有机会止跌 可是它弹一下很快就下来 所以它这会同一组脉动 好 那这边一段两段 那这个就是第三段 就最后这一段你注意一下 15400到这边往下这一段 15400就从这里 它这边1234 然后这个那时候应该这边震弹 还有一个第五波 第五波有没有 好 7月7号就确定了 这个结构就相当完整了 差不多这个叫做下跌结构完整 我说一个跌是在跌了 涨势也一样 一个涨势在涨 不是说它涨高就不会涨 完整架构完 完整结构完了 它就自然就会拉回 就如同今年的1月5号的那个什么 18619那是五大坡完全走完 那相当的标准 相当的标准 那是从8523前年的8523 3月19号那个8523上来一路上来 一万点的行情五大坡都走完了 那现在一路从18619一路下来到现在都还是走这个大A坡 那我说最后这一段 这一段走完其实是有机会大A坡它是有机会落地 但我们现在现阶段一段一段来操作 一段一段先由短做到长 那你短线这一段就是止跌 止跌你就先往上做 短线你这一段就先止跌了 就下跌结构就完整了 这7月7号 这7月7号我们也完全精准命中 那一天呢 我们当然股票也是全力做多那一天 那天买了很多档个股 7月7号 7月7号 就目前的现在最低一点 113951那一天 期货是13832那一天 那当然期货也全力往上做多 那一天7月7号 那个漂亮 这个结构完整 我们现在都追踪它怎么往上震荡往上走 所以我7月7号这个地方 在13900 13900买两笔 13903这个地方 这买的相对非常低 而且很漂亮 而且这一笔上来就大获全胜 这一笔都赚快400点了 一笔哦 385 385 366 加到总统这一千多点先落贷 当然是各级会员 一千多点先落贷 落贷以后 我说你不要急 不要急它会横台震荡 它会横台震荡 好 上礼拜五 我说现在这个脉洞 我就不画12345 它就是一个脉洞 这个脉洞结束它越过了 现在就注意看它怎么往上走而已 那上礼拜我跟妳谈到 我说它这个也是明显一个三段式的 它除非它远着也滚跪到走 否则它大概应该会做一个横台的震荡 做一个横台的震荡 果不起来它今天的盘式就是这样子 它今天的盘式就是这样子 今天7月11号礼拜一 这一段不要管它了 它这个12345 这一段已经走完不管它了 它现在你看 我说它是三段式的上来 第一个 13832它三段式的上来 而且第一段很长 然后再来 N字形三段式的 第三段是比较短的这一种 1448 我说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 你要不就沿着一个轨道走 可是它今天你看 它就没办法沿着一个轨道 所以它就是会进入一个横台震荡 横台震荡 我讲坦白话 这一种结构 那个小米波 它要再去回测低点的可能性比较不高 比较不高 那它会再类似一个高档 就是相对从底部上来相对高档震荡 在这个震荡的过程 你震荡的高点要短空可以 可是我们会比较倾向拉回来 逢低会去往上做买单 因为目前的方向 我看至少中期的方向 它会慢慢地往上推 它会慢慢地往上推 那当然如果说推的过程 它没办法急救工 它没办法 你看它这三分之后 我说它就是来先做一个横台 先做一个横台 所以这种横台的拉回那种低点 你要把握它的买点 可是你要懂得会抓 因为现在行情 你要稍微格局拉大 不是拉回来100铁150铁 就差不多了 现在这个行情都要拉大 有没有 如果今天拉回来到14229 这边均最高是14496 几乎也快300点 所以我说现在行情格局 你再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拉回来不是拉回来一点点 那种像以前那种 100铁150铁就差不多没有 这个格局要放大 整个点数都要稍微放大 那事实它是这样 它是类似一个横台震荡 这个结构 我说这个结构很漂亮 看不懂你就觉得 看不懂好像这三个都没有 这样粘缺放来放去 看得懂就觉得这个结构是相当的漂亮 就我认知这架构是相当相当的漂亮 你认同理念 我说你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跟上我们的脚步 接下来这个有大前转 整个结构其实目前短线 当然中线我们中线的规划 整个短线的一个细微波的脉动 都如我们运气一直在运行当中 中线的部分有没有办法符合 就是说它现在先短线先反弹 对不对 中线有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 其实我们都有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都有比较长线的规划 那目前一步一步也都在运行当中 也都在运行当中 我说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要把它厘清不简单 而不是吹牛 在那边东拆西拆 每天拆上拆下 见长所长见谍所得 今天又写下又又排又不好 前一天又长又往上又到好的 没有 在往上到我们也跟你说你不要急 可是中线我们是看不错 可是那个买点的问题 买点的问题 你要懂的那个不用去过度追高 不用过度追高 起子的部分 个股也是一样 个股表现就差异更大 个股表现就差异更大 我们来谈谈个股 这个指数的部分 就是赶快跟上脚步来就没错 这个结构目前看来是相当的清晰 你当然要跟着清晰的人操作 看不懂每天在那边猜 你怎么跟他做 对不对 当然是要跟着清晰的人操作 这结构目前看来是相当的清晰 目前是相当的清晰 那也有大前赚 就我的认知有大前赚 跟上脚步就没有错 来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那我说个股的部分 像今天这种拉回来一百多点 就更能够考验说你的选股的功力 那我说之前 通过之前在这个底部在这边交接的时候 而且甚至有时候还在这里 我们买这里大盘跌 让我们还可以赚钱 那些个股有没有 比较属于逆势的 比较属于那一种怎么样 独树一格的这种个股 强势主流这种个股 其实这阵子我们操作的确实相当的不错 相当不错 也没有让会员失望 而且那些个股也确实的往上冲 大盘再往下跌 它也是往上冲 那现在 我说现在这一段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推出来什么样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独树一格的强势主流之外 我们另外还会再搭配 搭配名门正派的底部转强的个股 因为我说那些个股 叫好不叫做 之前不会动 现在有机会慢慢的转强 这些个股一档一档的挑出来 一档一档把它怎么样 往上来操作 底部转强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你要仔细看清楚 那个是它能够涨的那个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力 没有那个东西其实不容易动 当然你说跌升反弹的有 可是要有那个东西 它整个走得会比较扎实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底部转强明门正派的 在现在再搭配这个 一起来操作 来应付现在这个盘式结构 绰绰有余 绰绰有余 因为你股票你不要多 不用多嘛 你不用 你这个是精简精简 你不用买多啊 你买的股票会动就好了 你也不用管它 你也不是要做三十 没那种股票都要涨不可嘛 我一直强调说 它现在这个量能 肯定是一定是还 甚至还有点略显不足 今天才1700亿 那你要去解读说 反正量缩整理还是什么 那个都不是重点 所以这些东西 在这个大B波即将 要转成大B波的这个过程 或是甚至以后再运行 都一样 它量能都是普通而已啊 因为它没有一个 推动的形态出来 没有办法 可是震荡整理往上慢慢反弹 量能本来就是普通 甚至还 我说还有一点略显量能不足 可是这些都是常态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整个盘是 只股票那么多大 你就去挑会往上涨了就好了 很多人会去抱怨 抱怨一大堆啊 都是因为有一些借券的 借券害股票害大盘打下来 关借券是什么屁事啊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就 我们选的股票 你怎么不去借券把它往下打 没有 它一直要往上走嘛 那个是市场的趋势 你这个股票当然怎么样 或许说它后事没有那么好 人家当然要借券来放空 或是甚至他人家有他的一个什么 一个资金的一个操作嘛 那你们不用管它 自然而然趋势往上 它借券它也要强势回补啊 好对不对 那你两千元它怎么可能每档都去借 不是嘛 你这个你要去选嘛 选说这股票它 你就算你来借券 而且没有人要去借那个券的嘛 懂得意思吗 你硬要去买那个人家借券的干嘛咧 对不对 所以那些都不是这个 那个都是市场的交易规则 不要去抱怨 不要去抱怨 我们就去挑 挑这股票现阶段会涨的就好了嘛 你管它借不借券 它如果现在去日子要往上涨 你借借看 你借借看你越借越咖哩嘛 对不对 所以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选股才是重点 选股才是重点 不要去抱怨东抱怨西 那个没有用 好那个没有用 来我们来看嘛 等我说今天大盘拉回来一百多点 来 5258的红宝 这之前也做了很多次了 那我说最长线的部分 等我说这边有一个类似一个出生段 这有一个长 这种一个主体的结构 这个一没有问题 这个整理也很标准 一个亨台整理也很标准二 我说这个三已经出去了 那这个三出去那一段我们也有做 那一段最高到70.6 70.6就是这一段 它33.3到70.6是这样 12345段 它是一个脉动 这脉动结束了对不对 它拉回来ABC回来 你看如果是ABC回来多不多也不多 大概就在刺激上去再下一点点 这个拉回来我们还是会占买方 这个地方买 我说它有两个理由 有两个理由你要占买方 一个是怎么样 有机会就又推另外一段出去 等于是这个第三大坡 这个是一组而已 然后拉回来 这第三大坡是大级数的 这边一组结束 拉回来以后再推另外一组就是 它再扩远的3-3了 3-3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它没有往上推 这个没关系 它你这边ABC回来 那你买它一个什么 两个理由 一个买它另一个推动 一个买它什么 买它迷波反弹 有两个理由 有两个理由你要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 你就拉回来再回来 拉回来你要占买方 再买方 马上当然但是拉到快涨停 然后隔天呢 就冲到62.9 这一波最高 好 那这个我们多有逢 我们搞出那后来的震荡 这个震荡是时间有点久了一点点 好久一点点 可是就长线来看 等会你就长线来看5258 你看看起来好像整理很久了 可是相对前面这个第二波的整理 哇这个更久 这里 这里啊 这里那么久 这边这一组一个出生段 然后一个整理 这个如果说它3-1结束 这个整理的这个时间 再往上推3-3 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时间是确实很久 如果说你这里整理的那么跟这个一样长 那当然怎么样 就不会扩延了 不会扩延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第三波已经结束 那结束有没有关系 结束没关系 你这个第四波它会怎么样 来来回回震荡整理 整理完以后 它应该还有一个高点第五波 所以这个拉回来我们要占买方 拉回来你要占买方 有没有 这是5258的红爆 当然现在占买方是期待说 它能不能推3-3出去 可是你拉回来占买方 其实都是怎么样 其实安全度都够的 胜算都很高的 有没有 头部今天的红爆有没有亮灯 头部今天大盘 拉回来100多点 重说100多点 你看我们选的个股 今天7月11号 今天是不是很快就共亮灯 那这什么 它的六月营收很不错 本来我们之前就评估它会不错 我们选的这些个股 头部你仔细看 一档一档公布出来 每一档的一个什么 六月营收你自己看看 我们选的这些个股 那个都之前都还没有公布 你一档一档去对照 我跟你谈的 我们代货员操作的这些个股 它六月营收表现怎么样 那都大幅在创高 都是大幅在创高 这个是要用心去选的 不是在那边东拆西拆 很多人标榜什么产业面选股 产业面选的股票 营收都一路在衰退了 那叫什么产业面选股呢 头部你看我们选的每一档个股 我们选的每一档个股 你看看下去六月份的营收 马上就怎么样 就见真章了 头部马上就这样 那你看表现是这样 今天7月11号 大盘重挫它很快拉涨停 锁到座后面也没有打开 有没有 那涨停涨停 我们就恭喜会员 恭喜会员持股红宝5258亮灯暂停 有没有 跟大盘底下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有没有 我说这个不是叫做什么 独树一格的强势主流吗 这个我们做很久了 头部这段时间我们做很久了 那只有一档吗 不是啊 好这是红宝亮灯恭喜 来另外一档 3535的精彩科 这5月11号这边就从这边 21块多一路往上买上去 哇这买得漂亮 那时候21块7买的21.7 这个当天就拉到 这将近前后叫10% 然后就最高到36.7 这个有68% 成本21.75 这很快还是涨很快 那涨怎么样 涨这样子 从这里买 它一路年年年涨很快 大中小结束了 到37.3最高 这个有 你看我们自己看嘛 30几% 60几% 有没有 好 那它是不是又下来 下来这个地方 类似一个ABC 这边A很长 然后B横台 短短的 这应该这种结构 就应该会先来个破底翻再说 那破底翻之后 能不能推另外一段 又是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重点 要不买它推另外一段 要不就怎么样 买它一个V波大反弹 就这么简单 都不就这么简单 这是精彩科 精彩科 那上礼拜五就工厂停了 都不说上礼拜五就工厂停了 今天又来一根 都不说今天大盘重挫 我今天7月11号大盘你的股票 应该都一路拉回 有没有 这个又涨停亮灯 又锁到后面去 又锁到后面去 锁到7万多张 28.6亮灯 亮灯亮灯亮灯怎么样 亮灯哪 恭喜会员 恭喜会员持股3535精彩科 亮灯涨停 同时我们跟你谈的涨停板 不是拿来这边表演的不是 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现在进行式 都是现在进行式 我说我们跟你谈的所有的个物 都是现在进行式 那你也自己去看看 它六月营收公布出来怎么样 那之前的红宝公布出来怎么样 那接下来这个 这是精彩科亮灯 同时你看我们这个处理 很多人说调节换股 那个处理的好不好 那一来一回差很多 那这个亮灯的是不是都续报 那今天我们再看一下 来比较一下5388的中壘 同时你看我这个很多都7月7号 7月7号的话 同时7月7号我买了很多个股 7月7号 7月7号 7月7号就是大盘最低那一天 我就说它确立反转那一天 最后那一段跌完那一天 那个在前两天就已经跟你预告 我说就差那最后一段 也不要再做空了 就差那一两天等一下 等一下有没有 7月7号就等到了 马上全力往上做 全力往上做 对不对 中壘 这个也是类似一个初生段 ABC回来这个地方往上攻 有没有 从这个地方往上攻 7月7号就涨到82.3 上礼拜又涨了6%多到87.5 今天这上礼拜五 今天7月11号又创高 最高89.4 我们在88.8把它获利出清 出了漂亮不漂亮 该报的 该做短线的 该调节的 该先落袋的都处理得很好 88.8 这出的相对高啦 9.22分 其实83.8 差了5块钱 这一来一回也差了5块钱 当天而已 5块钱 这要有教育证据 当天我都会给你看教育证据 不是这边自己最高把它画一个圈圈 不是 9.22分的抽讯 9.22分 你看一下9.22分 中壘5388 市价活力出清 换股超做 市价活力出清换股超 9.22分 22分在哪里啊 差不多这22分的中壘在这个地方 这是23分啦 所以你22分抽到差不多 这是一两分钟这边 23分 88.8 差不多 我就把它印出 就是8.8 8.8 8.8后一出清换股 这个一出就是 其实是相对最高的 后来还要高 最高到89.4啊 差一点点 对 可是这已经出完 它拉回来才又上去 一创一点高 然后就下 这边出了相对漂亮 9.22分这 88.8 出清换股才剩83.8 83.8 所以那个持股 你怎么样去调节换股啊 那处理的好不好 那也是差很多很多 那你说大盘今天中错我们的股票还创高 创高还把它逢高 获利把党还摔下来 那我们再重新找买点 对不对 那两个又涨停吧 又涨停吧 好来另外来 这中壘 这处理的相当漂亮 来 我们先让这两股票 这个台加速今天储息2块钱 你看这种东西 这也是我之前跟你谈的这些个股 你自己仔细看一下 叫他的那个 这5月6月份 他其实已经公布了 也是5亿多 其实你是看这第二季 第二季加起来12亿多 12亿8将近13亿 12亿12.9 这一种营运动能 怎么说这种营运动能 你再把它对照它的一个毛利率 跟它的整个 就是说它整个换上一个EPS 很有机会到达2块钱 单季第二季的EPS 很有机会到达2块钱 你大概自己估算一下 然后第二季的4、5、6月 它的营收大概多少 12点 12点多 也要多了5亿多 多了5亿多 你自己把它换上毛利率 多少 把它换上股本 这个是 严重低估 特别是三字头 三字头 三字头 单基EPS可以2块钱 而且它是成长上来 特别是成长上来 特别是成长上来 当然这个是业外3.7公共 那个不算 这个是业外 之前是都0.5、0.9 之前本来 然后这边 开始一路上来一路上来 那一路上来你看看 特别是这个东西 它其实这个地方都还在整理 都还在整理 都还在整理完 今天有除息2块钱 他在这个地方 很有机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启动 开始启动 当然他现在 他现在连一个出生段 都还没走出来 可是我先 以他后面的营运动能 事先来评估 他有机会从这个地方 开始正式往上慢慢的推 因为这整理了 也实在也太久了 也很久了 也很久了 而且都相对很低 这个地方买都 我认为这个都是 胜算很高的 3.2.2.1的台加速 我们选股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后面那个营运动能 我都会很仔细地观察 好 来 这是3.2.1的台加速 对不对 语字也是 通过你自己看到公布 那个6月份的营收 那你4.2.17这辆 从这辆50几块买到68.3 那时候出货一次 拉回来这边 5月27又买 我们都是趁拉回来买 又买多少 又买59 然后又上去到76 这还加2.7等于78 快20块钱的获利 然后完了这个 7月7号 这拉回来 拉回来你要占买方 占买方你看 当天的63.4 今天还冲到70块钱 还涨了7% 4%多 时间不太够了 我说 选股是重点 选股是重点 那你现在让我们这个 独树一个强势主流 再搭配这个怎么样 名门正派底部转强 胜算相当高 好 林郑统 赶快跟上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手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晋升线27810909 2781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化的货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肝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化的货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 检取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 已对交通安全 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 稽查取易 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低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 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 连续违摆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及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把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证部警证数 感谢您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我说目前的盘式架构呢 不管是股票 期货 选择权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自胜的关键时刻 要用心把握 都会用心把握 机会难得 那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强调在独树一格的强势主流 然后现阶段又搭配 民门正派底部转向各国 一起来操作 认同理念的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祝大家操盘熟悉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现场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少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买鱼送吊杆 股市常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陈伯君 大部分的COVID-19感染者 症状不太严重 休息之后 就会等自己会好 基加借给基甘 吃给喝水 休息都够 在此注意 辛苦症状的变化 哪有出现发生 还是其他较轻的症状